当这个世界小学一年级都被迫看南京大图实的真实片段 童真真是越来越少的时候 我们证实了这个世界是有tooth fairy的 传说中牙脱了之后就放在枕头底 牙鲜就会在你睡觉的时候 过来拿了你的牙然后就放下金币给你的 即是换啦 那我们家里Mia专属的牙鲜就比较与时并准的 通常都不放金币的了 而是会放下礼物给Mia交换牙的 我们的女儿就亲身告诉你是真的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是什么? 是Fairy 什么Fairy? 2Fa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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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Fairy给你的 嗯 它怎么给你的? 我放过牙在枕头下面 然后今天我有一只牙鲜 是不是每次都有的? 但是之前有一次过 一次放很久都没有来 是因为有一次在香港它来不到啊? 你不用很多东西 哇!真的啊! 真的啊! 嗯 太多的有点害怕啊! 因为不知道它什么是脱牙的关系呢? 其实我们是买了很多这些的 它脱牙的时候呢 一晚上就会放在枕头底里 换了一只牙鲜 到现在呢 还是觉得 有牙鲜啊! 其实呢 我们一直都在想 那这样算不算我坤的女儿呢? 但是今年意大利呢 有个主教告诉小朋友 听 聖诞老人是假的 触发了很大回响 不停被人骂 最后出来道歉 其实这个世界呢 不是非黑即白 有很多灰色地带的 又要看出发点是怎样的 今天新问题要 日本手上岸田文雄 入住闹鬼的公底 对于中国战狼外交的回应 日本传媒怎样看呢? 可以从他们的翻译稍为了解 特别专题报道 2021年日本增长最高的产品是什么呢? 大家听到应该会嘩的声音 现在是全国新闻 日本吞拿鱼的鱼获岸年上升了15% 相信拖鲁今年的价钱有望下跌 等一下 你上个星期不是才说拖鲁会升的吗? 我不了解你的具体情况 我手上没有这篇影片的资料 下一篇新闻 日本手上岸田文雄住闹鬼公底 而鬼股闹得最沸腾的 是因为1932年和1936年两次政变都在公底发生的 正是这些血腥的历史成为了鬼股的源头 1989年首相于野中游 就曾经说过自己某一天打开玉室水龙头的时候竟然流出鲜血 不过遇鬼最多的仍是属担任首相的深喜郎 他曾经在睡觉的时候听到门把转动声 但开门之后一个人都没有 还多次听到很多军虚整齐或一的步伐声 前首相安倍晋三直到射任都不肯入住公底 2013年他受访那时说 我在深喜郎前首相那里听到有些关于幽灵的事情 一般来说幽灵是没有脚的 而深喜郎看到的是没有上身只有脚 等等他怎么知道幽灵是没有脚的 应该有的 他好像明递他 但很明显他死都不肯入住 免得议员孙面的质询 日本政府在2013年内阁会议上通过孙面媒幅 对谣言表示并不知情 岸田文雄搬入首相官邸附近的公邸 他说 决定搬屋是因为想着专心履行公务 因为住的地方距离办公室非常之近 可以立刻对应任何的突发情况 度过第一个周末之后 他被问到有没有看到遥传的幽灵 他很幽默就说 没有 暂时就没见到 这么长时间被妈妈说 妈妈好喜欢看ViuTV那些鬼故 日本执政自民浪高层石原新房辞职 辞去了内阁顾问的职位 原因是申请了政府的就业资助60万 首先说明不是影射一个过气的政治人物 收了500万港币的 执政自民党前江市长的办公室 你可以当作是国家第三把交椅的 疫情期间申请了政府为市民推出的救助金 成功获批六十多万英 是完全合法申请和完全合法获批的 但是受到很多人的质疑 说这些钱应该比较需要的国民 而不是你们这班没有需要的政治办公室用 最后因为这件事石原新房需要引咎辞职 日本就有这些无形的道德枷锁了 和有些潜规则在这里 合法不代表合理 当你政治不正确呢 就需要为这些负上责任的 这些主要在日本才会感受到这些无形的枷锁 今年日本偷襲珍珠港80周年 日本的报章全部大肆报道 搞到我有个错觉以为日本被人偷襲 不同的访问都有访问战争的受害者 有受访者亦都表明很后悔当年偷襲的行动 藉此不停提醒后代不可以再犯 其实他们可以不提的 就当没事发生过了 你猜微博吗 但是今年日本的官员和议员都一起去拜政国神社 这么高调吗 为什么呢 美国亦都举行不少的悼念活动 但是最特别的就是 12月8日有一艘新的驱逐艦落水 驱逐艦名叫Daniel Gen Inuya 井上健 没错 是一个日本人的名字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其实夏威夷很多日本人 他们夹在中间不停地挣扎 偷襲珍珠港之后 很多美籍的日本人决定参战保卫美国 Daniel打仗的时候虽然有美国效力 但是战争结束之后 他努力游了两个地方 希望化解国家之间的敌对状态 最后得到两国人民的推送 那当然他算不算做人奸呢 其实八国联军之前有一个野史是讲汉奸的 19世纪的时候 有一位受魂徑重的高官叫龚智珍 他是林泽锤和紀曉南的朋友 历史的野史 就说他的儿子 公叛伦智 即是公橙 八国联军大路 攻破了北京城 然后做了英国公事的翻译 代表英国和公亲王谈判 但是就不断玩东西 搞到公亲王妈妈声 他说 这条PK受障征朝的恩惠 但是你现在做汉奸 公橙就说 大哥 我们本来是良民 但是向上的路呢 就被人block住了 接着你们那帮有官商勾结 抹削衣食 那你唯有在外面找人帮拖 你说我是汉奸 但是我就说你是国贼 那 公民论是真还是假 但是全世界都会见到 其实只有国家腐败 才会出现这些所谓的汉奸 小学鸡哪里明白的 但是听说有个国家呢 跟小学一年级的学生 播出教育局提供的五分钟 南京大屠杀片段 里面的BB被人堆毁 你没搞错 教育局已经立刻割席 说是学校的判断错误 他没有逼的 但是有教育局的指引放出来 我手上就没有这些资料 总之就跟政府无关 日本驻华大使馆在微博宣布 受到疫情的影响 取消原定的大使馆 举行的直播活动 大使馆就说应北京防疫部门 要求取消活动 日方现在表示极度遗憾 而对于中国战狼艾家的回应 日本传媒其实怎么看呢 我们可以在他的翻译那里 稍微见到端倪的 以第一行为例 美国的报道官说 我们不会派外交团去北京五轮的 然后薛剑就说 中国根本都没有招待过你班人 是啊 你看着 日本的翻译是讲你班人 安特 通常日本这些很diplomatic 很礼貌的嘛 这些翻译 但是这个也很准 今天的食品比较 那由学校最喜欢的菜单呢 就是白汁丹菜 stew 我都可以到了现在才知道 有些像咖喱砖那样方便的白汁 好 第三位 是71的 kokuto umami no kurimushu 第二位 是SB食品的 kurihara harumi no kurimushu 他有一位很出名的方态 不过忠诚是买不到的 第一位 House stew mix 而且现在变成干醋粒粒粒包装 方便了很多 有多好吃 让我们告诉你 根据这包饰的材料 这个是十个人的份量 我妈不吃的 那一起做就行了 平时我们做的 是不是你全部都不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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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哇 你也要放在这边 我先放在这边 我放在这边 我放在那边 小火煮十分钟 好吃 好吃吗 好吃吗 我的菠姐都用了 有些粉纸 那是最后一餐 剩下不太多 我想我们喝了日本的八九罐的份量 左右 其实每次之前做的白汁都会觉得很厉害 因为一个人一份的白汁都要一两百日子 我们家里吃的比较多 只要白汁都要成千日子 现在终于可以省加一点 你吃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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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一些价格画面 我没打斧头 你吃一块 接下来是沖繩街坊新闻 拿坝国际通里的新第一木质公车市场宣布延期一年才开幕 2020年拿坝公车市场拆射了原子重建 本来预计在2022年4月开幕 但因为施工时发现地盘比较缠 所以建设时间长了 附近的商户都刚才知道会延期开幕 他们当夜妈妈声 为什么不早就跟他们说 让他们有些准备呢 最近预计会2023年4月之前开幕 希望那时候已经通关了 第五波完结的时候 各地的政府各自推行本地的旅游振兴计划 沖繩縣政府已经第四次推行叫縣民去本地的酒店居住 政府会提供補助 最高资助50% 不过大家非常不踊躍 你猜我预计用了多少钱 多少 答案只用了14% 因为大家困了这么久 有机会都到处飞 但最尴尬的就是沖繩縣的酒店 出名贵 现在的酒店价钱 差不多变回2019年的时候的价钱 10月11月用不到泳池的设施 我干什么住沖繩的酒店 一晚酒店的价钱 足够飞去东京两天三夜 我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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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两天三夜 有坚够子 沖繩政府延长之在三个月 希望用得了些钱 只不过大家不要以为没有人来沖繩 因为沖繩没有那么密集 大家都玩得比较放心 加上今年本岛很冷 本岛游客过来沖繩 想过一个温暖的新年 NHK报道今年年尾 沖繩的酒店和租车都非常爆满 所以经常都说 沖繩的酒店不是沖繩人住 实在是住不起的 好 日本的市条公司 Intage 今天公布2021年1月到10月 热卖商品的排行榜 不是做Intaga的吗 Intage的吗 我怎么知道你是Intage 我不知道啊 他是这样写的 Intage啊 他真是 嚇死Intage 哈哈哈哈 他们由全国6000间店铺收集数据 看看2021年1月到10月 和上年同期比 有什么产品销量成长最高的 第一位 墨皮 多了2.9倍 其实爸爸已经吃了10年墨皮 差不多每天都吃 来到日本之后呢 就会和日本的金酒 就像这些那样 混合一起吃 近几年呢 成为我的午餐 每天吃完之后呢 就很想去厕所的了 5年前 刚才来到日本的时候 墨皮还是很差贵 我会叫妈妈特地在香港寄过来 因为计算运费仍然便宜很多 现在呢 就可能便宜过香港了 第二位就是墨牙饮料 即是好像墨精那些 因为可以预防贫血 加上可以美银 市面便一度缺货 第三 就是超级市场 买糖跟着那些玩具 鬼灭之人居功不少 好像这些呢 我们昨天才买了一个 好像屏风那样 175元里面 只有一粒香口胶 但是非常之瘦小朋友 他们和他们 父母欢迎 第四位就是蛋白质 补充剂的protein powder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受欢迎 但是我们做瑜伽那里呢 就越来越多这类型的产品 无论男人 女人都会喝的 第五和第六都是 和移用有关的用品 分别是油顺剂 和头发护理产品 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疫情 怎样都会出街的了 看得见的办理地方 都要执分正的 没错 卸妆液是跌到趴在那裡 因为见不到嘛 若药物受惠于接种普及 退销药比上年销售多了121% 排第七 65到79岁的年龄层 销售是上升了322% 老人家比较疼身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之前很流行的云浪院 今年都有回复的征兆 这个可以看成为国内旅行的回复指标之一 因为日本人怕云飞机和云船浪 所以都会买定旁身的 第九位呢 就是冷冻海鲜 大家没得去旅行 就会买些比较高级的食材 回家享受 所以连续两年 日本的蟹很难贵 第十位的是 血压计 为什么呢 我现在连分析都说不知为什么 其实头十位之中 有四位都是与健康食品有关的 后疫情时代大家的习惯 可能会作出根本性的改变 这个呢 就是我们家的2ferring的牙鲜 送给Mia的礼物来的 超似的 这个牙鲜 对不对 Mia现在是用来吓妈妈的 早上放在楼梯 放在门口 她吓到我现在都不怕 我们再多谢这位牙鲜 好了 今天的新闻到此为止 晚安 如果你不想来到才知道你想去的 牙鲜丝记得到吗 那就快点订阅我的OKFamily 记得订阅旁边的小竹仔 这个有金色 刚才是杜金的 原来杜金是RAR 你看 只有一个 我们第一个一袖 怎能抽到RA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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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